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日本众议院选举拉开帷幕 外界认为这次是日本近十多年来 最为激烈的一次选举 选民前往投票中心履行公民义务 期许胜选的政党 能够持续关注物价高涨 消费税高期等问题 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压力 究竟陷入政治现金丑闻的 自民党和公民党的执政联盟 能否维持过半议席 继续掌权 全球秉析关注 备受瞩目的日本众议院选举 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上正式举行 选民们一早来到投票站 为新意的候选人投下神圣的领导 卷入政治现金风波的自民党 可能需要面对近年来最糟糕的结果 包括失去更多选民支持 不过不少选民还是选择相信 掌权已经有12年的执政党 认为他们有能力在未来推动改革 专注改善人民生活 国際情勢がこういう中で 外交を長年担ってきた自民党 というところに対しての期待もありますし 国内の状況も非常に災害が多かったりとか 若い人たちが非常に厳しいという中で 社会問題というのが顕在化していますから その中で日本自体も自分たちで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 自民党も自分自身で変えてもらう 大選結果 我預計在28日 也就是星期一凌晨揭曉 自2012年選舉後重新掌权以来 連續四次選舉都赢得多数席為的自民党 如今在行政首相石破茂的領導下 能不能守住至少233個議席 成為本次眾議院選舉的重大焦点 如果石破茂無法達到這個基本目標 他很可能會火速辭職 承擔責任 將是日本賬後任期最短的首相 馬行車電視綜合報道